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喂!大家好!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史短 又是我阿死 之前直播問大家 跟著影片開這盒還是開Jagula 那盒ASHF好 見大家兩邊都有人支持 但傾向開這盒 所以順應民意今天就開這盒 沒錯!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BANDAI SHFIRS CAMIN NIDA GIZZ LASER BOOST FORM AND BOOST FORM Mk II 2月尾派發的雲web 商店限定商品 大家看到的TITLE 和看到後面其實可以換裝兩個form PESET是LASER BOOST FORM 可以換裝做BOOST FORM Mk II 所以小弟就不想想換哪一隻 所以買了兩盒 一會都會給大家看 好!我們馬上來變身 好!開出來是這樣的 本體方面就像剛才說的 一開出來已經是LASER BOOST FORM 配件方面有BOOST FORMk II的頭 胸 腰 更換裝甲 有一把LASER LASER 更換的手型 TOTAL有三對 拳頭 握槍 以及一隻 攤開的手 PESET是一個垂低的手型 陣容大概就是這樣 雖然玩了LASER BOOST FORM 首先好像有點奇怪 不過跟包裝開出來玩就這樣 沒什麼所謂 本身on air的時候 我就不算太喜歡這個form 因為我覺得Color Scheme 撞得都頗不好看 紅金襯白藍 我覺得這幾隻顏色撞出來 不好看的 不過這次商品的塗裝 是真的好加分的 紅色方面 他用了一隻比較高光一點的橙紅色 金色那些都上得很工整 另外福仔給他的白色裝甲 其實全部位置都是用了珍珠白色 看起來是精神的 透明的福眼當然不少得 不過這隻最加分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他漸變式的塗裝 特別是裝甲的部分 金屬藍紫色的漸變 好像胸口 肩膀 其實眼邊都有做到 裙子的位置都有做到 出來的效果相當精神 另外一些屬於BOOST FORMk II的紅黑漸變 都有做到 好像耳朵這個位置 手腕一個死氣喉形狀的裝甲 腳掌旁邊類似一個死氣喉形狀的裝甲 以及後面都有做到一個紅黑漸變的塗裝 所以即使On Air的時候 我不算太喜歡這個形式 但是玩具開出來 都覺得做得非常靚仔 以及現在看起來 其實造型是有點味道的 大家回想26集的時候 然後這個Gamato Granpuri 他們設定了在戰角時代的玩 環境很戰角的 這個造型有點像個陣與跡 配合那個時代是頗有味道的 好 欣賞完他的塗裝試下他的可動 頭和頸接駁波裝 左右旋轉沒問題 頸和身接駁波裝 頸和身接駁波裝 好 接著到手的可動 老洋子這裡有個拉出式的關節 在這個形式 其實這個拉出我覺得是沒什麼用的 不過照示給大家看 向前 向後 都可以 OK 大家留意 白色 即是Zin的顏色裝甲 這裡是一個獨立的關節 肩頭 平時那些 這裡有一個Hinge 哎呀 吊那聲 吊這個腰帶經常脫 肩頭這裡有一個Hinge 有一個波裝 外於他有雙重阻礙 在Laser Boost Form的時候 其實手是沒辦法平舉的 手臂水平旋轉 前臂Double John 都是一貫Giz系列 即使有Double John 都是接得多於90度 多一點 不是接得很準的 手腕老洋子有一個Hinge 前一節就是一個波裝的旋轉 空呢 波裝 腰和下盤的接駁另一個波裝 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位置就是這個產品最大的弱點 就是腰帶的位置太淺 因為它要方便更換 所以它做到 扣著裙子和腰帶的位置很淺 很容易一動就脫了出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下盤關節 有一個拉出色 可以踢高 這個裙子的位置其實是軟膠 所以都可以輕輕推開去 打側 向後 後面的裙子都是軟膠 都有一定活動範圍 大腿 水平旋轉 小桌 Double John 可以接到這樣 腳掌 腳掌 這裡有一個Hinge 接地 另外腳掌兩邊噴射器的位置 都有一個可動 腳尖 今次 都有的 都有一個可動 OK 可動方面大概是差不多 都是平時Gizze系列的可動範圍 不過因為肩膀的設計 令它有雙重阻礙 所以今次連平舉都有點困難 現在換了一個攤開的手型 和一個握拳頭的手型 放少少姿勢給大家看 好 現在就拿了Laser Race Riser 它有一個獨立整把槍的形態 其實這把武具 就跟同一個月派貨的Caman Rider Gen 那一把是完全一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中間的位置是透明Pax 那些紫色都用了金屬紫色 以一把這麼小的武器來說 它的細節都做得不錯 即是它裡面的電路板的紋理 也有做到出來的 另外真的要讚一下 BOOST MARK II的BUCKLE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上色都是用了金屬色 以及它透明的位置 是印了一個綠色火焰的圖片 這些都做得很足 原本在腰帶另一邊的就是這樣 好像玩具和劇中一樣 都可以拆開出來 這個位置是做得很細緻 是值得讚的 過往拉打的ASIC TRAFF 換裝做不同形態 都是有點煩氣 有些令人很不爽的 特別是電王系列 換到頭都出煙 不過這隻 換裝都算爽快 都算簡單容易做到 不會太過痛苦 換的東西只有三件Pax 我們現在來試試 我們先將它上下節分開 我們逐一部分 先將上半身 拆開頭 很簡單 空甲是連肩膀的裝甲一設定過的 這樣把白色這個Pax 拆出來便是 腰有一塊Panel 前面半個Pax 輕輕地向下一推 便可以脫出 比想像中簡單好多 安裝一塊腰的Panel 安裝一塊Mk2的空甲 換回Mk2的頭 完成了一大半 腰帶我們先拆開Driver 脫掉裙帶 真的太淺了 這個位置很容易脫掉 我們先脫一脫 那個Bucco出來 脫掉了Bucco出來之後 可以將它一分二 其實剛才都試過 只不過我沒有拍給大家看 組合回去 完成了 Bucco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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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簡單地換裝了 做Carmine Rider Geese Bucco出來 Bucco出來 我喜歡這個方法多一點 這個方法比較有型 好,近一點看看幾件更換了的部分 先是頭雕 眼睛的部分依然是透明部分 底下有覆眼 相識方面 它的顏色挺漂亮 它用了一個類似螢光黃色的顏色 看上去是挺搶的 整件事 而且我覺得最有型的是鼻 好像有狐狸 很動物 整件事 很野性 胸口這個位置 有些類似引擎的黑滑 我這盒好像這麼厚油 這個金色位置 上到一塊塊 一會我看看另外那個盒 有沒有這麼難看 大概效果就是這樣 這段我是特別補拍給大家看 其實主要是想掃給大家看 只要沒有了白色的裝甲 其實都是可以評舉到的 好,很快就跟大家玩了這個 二月份雲Web 商店限定的 昨天都是Giz Laser Boost Form & Boost Form Mark II 的 SHF 細節上色可動換裝 都做過給大家看 小弟這盒是托MK哥講雲幫我按的 成為540元 說一下優點 其實Giz 系列的SHF 一向上色都是挺精美的 金屬色、珍珠色的地方都是做得很好 今次的商品也秉承了優良傳統 造型Giz 系列的角色一定是型的 基本上整套東西耍中意 和角色很有型 這些方面完全不需要擔心 可動方面 也是秉承了整個系列中規中矩的一個層級 特別要講的是今次的Laser Boost Form 因為有雙重肩膀甲 所以有雙重的阻礙 連平均都做不到 這下是比較虧的 另外 Laser Boost Form 的時候 腰帶極易掉出來 這個位置大家玩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但整體真心滿意 特別是Laser Boost Form 上色非常悅目 而且這個 Form 看久了是有些味道 是不錯的 小弟不想想DISPLAY哪一款 於是就買了兩盒 如果錯過的朋友看完這條影片 看看會不會有興趣後追回一隻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